一个故事一部童话,欢迎来到童话故事会 熊孩子这三个字光是听起来就足够让人头疼 有人说,熊孩子的背后一定有不懂事的家长 可是你想过吗,当一个熊孩子遇到三观很正的父亲时 他的思想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毛毛是个十分不听话的孩子,就连全家福的时候 他都一边做着鬼脸,一边挑眉瞪眼 尽管父亲已经暗示过他,可他依然拍下了那张捂着脸的照片 父亲是一个鞋匠,他那双巧手可以缝制出一双又一双漂亮的皮鞋 这一天,父亲在工作的时候,妈妈把毛毛送了过来 父亲只是看了一眼毛毛就继续工作了 可熊孩子是毛毛的代名词啊 毛毛刚过来就开始捣乱了 他搅动爸爸的滑轮,也搅动了爸爸内心波涛汹涌的愤怒 爸爸给他扮了一张小板凳,就让他坐到墙角去 然而过一会儿,毛毛就再次出动了 这一次他拿着皮鞋自己当起了小汽车 当然,他再次被爸爸抱到墙角 而且这一次开始便逼撕棍了 毛毛当然不甘心就这样呆呆地坐着 于是他变稳加厉 甚至趁爸爸不注意的时候偷走了一只鞋 当爸爸发现鞋子少了一只时 毛毛已经把他彻底撕裂了 这一次的爸爸彻底愤怒了 他撤走了小板凳,只留毛毛一个人待在墙角 此时的毛毛心里又难过又被挨 他只是想让爸爸关注自己陪自己玩而已啊 这是每一个小孩子的心声啊 爸爸跟着伤心难过的毛毛 仿佛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他决定给毛毛道歉 于是他扯掉了一只皮鞋 用材料给毛毛做了一个漂亮的小毛驴 毛毛看到自己的新玩具以后 开心地碰到了爸爸的怀里 得到了理解以后的他 开始每天有了新的变化 逐渐成为了大人心中的乖孩子 其实熊孩子与乖孩子 都是家长富与孩子的代名词 了解孩子的内心多给予孩子关爱 一个熊孩子变成乖孩子 其实并不是什么难事哦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童话故事的朋友留言评论转发哦